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到要财财经台的直播环节 上午最后一节的时间 就是五间总结 先带索新闻的嘉宾 继续有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司智郭sir 郭sir 你好 先讲讲A股方面的收市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今天来来都要轻微跌 跌幅介乎0.55%至0.6% 上证指数跌了13点 收报2369点 深证城址8138点 跌了45点 沪深300指数2463点 跌了14点 常见到在长假期回来后 昨天就服市了 市都轻轻向上 但今天来说似乎又要跌下去 什么解架令到A股来说 暂时上升来说的势头 又好像有少少的停滞 很多人都说 昨天来说看一些A股ETF 沽空比率又大了 其实是否大家看到A股方面 逐下升一点 升到这个位置 开始有少少见顶 短期来说没有回吐的情况 少少反复很正常 事实上长假期之后 A股的走势仍然处于一个 逐步向上推升的格局 今天中高位曾经见过2391点 其实整个技术形态来说 是有利于进一步挑战 去年2月18日高位2444 A股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就算你高台有十几点的反复整固 都属于一个深厚的正常消化 由去年的低位1849点上升 第一站高位到2270点 之后一直都在1849到2270点 这个宽幅走上走下 直至近日来说 才开始出现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这个突破很重要 因为上证指数不单止突破 去年9月12日高位 亦是大型上落市的顶部 甚至乎也进一步上破 去年5月29日高位2334 直望是2444 最终来说 前年的高位2478点 亦是后一个阶段的上网目标 A股现在这一刻 如果看技术形态来说 应该是属于一个新的升浪的开始 事实上来说 每一个上升的势头完成之后 高台上有点反复是很正常的 市况抽上去之后 整股一下然后再走 有什么出奇 绝对不出奇 最关键的是 往后的走势是怎样走法 我自己认为 经过这几年的反复下跌 第一A股已经严重落后于环球的股市 第二 相对经济每年平均增长7.5或8%以上 股市的低迷始终来说是不相配 现在只是逐步逐步反映这方面的优势 而最重要的是 内地投资者以往绝大部分焦点 都放在创业板或一些非传统股份上 但在政策陆续出台之下 有部分资金已经开始留意传统股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旦A股能够出现重大突破 我相信传统股份 可能会再度成为市场追逐的对象 民间财富是113万亿人民币 其实 户心两地股市市值 都是不外乎23万亿多些 即是说优质的股份 或者流通股份 能够被资金吸入 其实不是太多 相对于民间财富 根本上严格来说 10元是买1元的东西 问题是 10元是否愿意买1元的东西 政策一直持续下限 包括内需和固定投资 都有政策下放 近期更加明显 基建项目不断上马 内房不少省市地方 已经取少限扣令 至于内银 在首套置业的房贷方面 据民亦开始慢慢积极 即是说明年2015年 应该有新一轮的政策 去扶持刺激内需 目标当然只有一个 因为你既然出口 对经济贡献这么轻微 就要靠内需和固定投资 固定投资很简单 中央政府直接订政策出来 就完成了 但内需就比较复杂 衣食住行家电医疗都是内需 你要令到13亿人口的消费 各方面保持上常态 这点有时真的要看政策如何行法 例如早几年 汽车下乡 家电下乡 这些是政策扶持内需的其中一个见证 现在这一分钟 很可能还有其他板块也有政策扶持 包括大家听见生能源的板块 甚至乎一些医药的板块 也有政策逐步逐步扶持 早前也有些港口业务 汽车和运输业务是有政策扶持的 其实内地的股市 或者是楼市 以至经济 一向都是看中央的政策 依照政策而行 要维持未来经济稳定在7.5%增长 我认为2015年冬融之后政策下放 我认为下调银行准备金减息等等 已经可以推行 不过2014年底 剩下两三个月 再等下去 这一分钟不会有大政策出来 可能明年底二季会出来 即是后一个阶段的A股 应该可以持续看好 如果一旦上破2444和2478点 这两年内的高低脚式双顶 根本上A股已经忘空了 顺带一提 09年8月4日 09年是很多年前 现在是2014年 但不要忘记 8月4日当日上证指数见过3478点 奇怪 经济每年增长7.5-8% 但股市平均每年跌12% 经济好了40多个月 股市跌了40多个月 所以一些投资者 在内地看着经济发展 而入市 买多少就绑多少 不过现在不同了 应该见底了 A股未来的走势 我也看得比较好 至于一些EDF 相关的产品 沽空行动或沽空操作 股市升到多少都有人追 有人沽空 跌到多少都有人追 有人沽空 其实这是市场的活动 或者中间渗入了一些相关的对冲活动 都不顶 是常态 不需要太过花心机 不过当然不知 有时候 遇到一些不理因素 好像早前有很多沽空 但是刚好有占中事件發放 那就有你个市 是进一步向下奸 好 说来就是港股方面的情况 见到港股 半天来说 建议停定 恒指半天升了214点 收贲23,477点 升幅了折近1% 但见到 美股方面做好 加息的忧虑稍为舒缓 都对港股今早来说高开 见到半天都升超过200点 另外说到 或是息口敏感的股份 例如地產股都上升 可以詳實行地、新地、一新世界等等 都升超過百分之一 在這樣的情況下 行指會不會繼續向上 我想就見底了 因為今天的指數 其實在現在這一刻來說 已經輕輕走回到十天線流上 即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這個星期連續四天 指數是穩守在250天線之上 今天更加進一步重遇十天線流上 看看成交金額 其實372億就削了一些 如果成交金額更多 市準率會推升絕對不出奇 順帶一提 10月到現在為止五個交易天 低位是10月3日 即是上星期五的22,566點 直到現在這分鐘來說 高位是今早的23,581 看看少許資料 今個月除了先低後高之外 形態保持得穩定 另外波幅已經擴闊到1,015點 算不算多? 不算 一個月的波幅 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會去到1,34或1,45點 況且9月份的涉跌了這麼多 只要先低後高的形態不變 更加高的指數一定還在後面 清晰謝謝郭Sir的詳情分析 這節的時間都差不多 先和郭Sir做新報 提及過幾個股份或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的 謝謝郭Sir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休息午飯過後 12點55分 就會有五時第一擊 繼續我們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準時12點55分再見 呢 谢谢大家